我祝福到神明的神明 名字的名字 阿福 和《宫队》的《宫队》 二分 以宗言的古兰经文是 难道他们因同族的警告者来临他们而惊讶吗 不信道的人们说这是歧视 难道我们祭死之后已变成土还要还原吗 那他也不进情里了 我却知道大地对于你们的亲事 我这里有一本被保护的天经 他们否认已降世他们的真理 所以他们陷入哄乱的状态中 难道他们没有仰观天体吗 我是怎样建造它点缀它 使它没有缺陷的 我曾展开大地并将许多山岳投在上面 还是各种美丽的植物生长出来 为的是启发和教会每个皈依的仆人 我从云中降下极强的雨水 就借它而生长出许多果树和乌骨 听读多 LET马上深蹙下枉的仆人 我擅长出许多东是 bisa 摇较泪水 我 Americans打开大地的吉他 我曾建 Rogers 我借雨水而使他已死的地方复活 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的 在他们之前否认使者的人 有努哈的宗族 兰斯的居民 塞莫多人 阿德人 法老 卢特的同胞 丛林的居民和突败的百姓 通通都否认过使者 故我所警告的刑法是必然降临的 我曾因创造而疲倦吗 不然他们对于再造是在疑惑中的 我却以创造人 我知道他心中的妄想 我比他的命脉还记忆他 当坐在左边和右边的两个记录的天神 记录个人的言行的时候 他说每一句话 他面前都有天神当场监察 临死的昏迷将昭示真理 这是你一向所逃避的 号角将吹响 这是警告 现实之日 每个人都要来到 驱逐的天神和见证的天神将与他同行 你却忽视此事 现在 我已揭开你的门闭 所以 你今日的眼光是锐利的 他的伙伴将说 这在我面前是建成的 你们俩所应当投入火域的 是每个孤恩者 顽顾者 经历者 过分者 怀疑者 别的神灵 与真主同受崇拜者 你们俩将他投入严厉的刑法吧 他的伙伴将说 我的主啊 我没有使他放荡 但他自信于不进情里的迷雾中 央说 主将说 你们不要在我面前睁脑 我却预先警告你们了 我的盼子是不可变更的 我绝不是亏望重福的 在那时我将对火玉说你填满了吗 他将说含有增加的吗 乐园将被移到敬畏者的附近离得不远 这是你们所被允许的 这是赏赐每个皈依的手里者的 秘密敬畏之认主且带皈依的心前来者 你们平安地进入乐园 这是永居之开始之日 他们在乐园里将有他们抑郁的 而且我在那里含有加刺 在他们之前 我毁灭了许多比他们更强悍的时代 他们曾在各地滤行 难道有什么碧子的地方吗 对有心灵者或专心倾听者 此中却有一种教训 我在六日内 却已创造了天地万物 我没有感觉一点疲倦 故你应当忍受他们所说的蓝眼 在日出和日落之前 你应当赞颂你的主 在夜间和寇头后 你应当赞颂他 您应当倾听 在喊叫者从近处喊叫之日 在他们听见 在他们听见包含真理的喊叫之日 那是从坟中出来那日 我确实是人生 是人死的 我确实是最后的归宿 在我听见 在大地破率 而他们迅速走出坟墓之日 那继合的事对于我是容易的 我全知他们所说的蓝眼 你不能强制他们 故你应当以古兰金教诲敬畏我的警告的人们